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去年的年菜我教大家用石斑鱼做料理 今年呢我们就来用金苍 年年有余取一个好彩头 所以金苍米粉汤上桌一样也是很棒的哦 我们合作社的金苍呢有三种尺寸 都来自秋童伟 它的养殖区是在台南安南 用纯海水出放养殖的 这边看到的材料啊 其实有一个配布就是油葱酱 对 就是我现在拿的这一罐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用红葱头 你不一定买得到 但是油葱酱里面就有了 而且会营造出那种 我们在海产汤吃的那个 金苍米粉汤的味道哦 真的是完全复刻 然后这是我们的米粉 米粉记得你要料理之前呢 用水大概冲10秒钟就可以 然后把它滤干 还有冷冻芋头块 然后还有刚刚看到的猪肉丝 然后干香菇 虾米 还有这一包 你可以用鱼高汤 虾高汤 鸡高汤都没问题 我用的是鱼高汤 合作社的高汤呢 是全食物利用的一环 所以呢 有了高汤跟油葱酱 你在做这一道金苍米粉汤的时候 就会格外的轻松 真的不难 来 这边看到金苍鱼呢 稍微把它清洗一下 其实里面都已经很干净了 我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我们的鱼啊 它养殖过程没有使用抗生素 然后加工的时候 它已经放血处理了 所以这个鱼肉就不会有什么腥味 你打开来它完全没有什么味道 对 然后这边看到干香菇 我就把它泡水 然后芋头 然后还有切了一些姜片 还有那个虾米 对 然后我会在鱼肉上面啊 画三刀 因为这样子你在煎的时候 它表皮也比较不会裂 然后肉也比较能够均匀受热 然后我在上面抹了盐 有姜片 其实你也可以在你的鱼上面抹一点姜 不过因为我们的鱼都没有什么腥味 所以我是觉得倒还好 然后这边看到的 我用的这一瓶是我们合作社的橄榄油 它是出炸的 记得就是要用 我刚刚给大家看到的 HR Virgin出炸橄榄油 这边倒油下去之后啊 我就把姜片放下去 它就有一点姜油 炼出一点姜油的味道 香香的 然后再把鱼放下去 如果用铁锅 你就是铁锅烧热了之后 再把你的食材放下去 不锈钢锅也是 不锈钢锅就是烧热了之后 再倒油 热锅冷油 那如果你用的是不沾锅 不沾锅记得要冷锅冷油 就是这样 铁锅跟不沾锅基本上啊 它是用不坏的东西啦 如果你都好好的去清洗它 这边看到你晃动的时候 它已经可以 鱼都可以晃动了 这就表示它卖面皮啊 已经完全没有沾了嘛 所以你就可以放心的翻面 然后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那个颜色 有没有达到铁锅的标准 然后再翻 因为我们的金铓鱼 我选的是大支的 它比较重 所以你要用两个工具来辅助哦 不要用一个 因为这样子万一你翻面的时候 它就裂掉了 那翻过来鱼就很漂亮 我只有从头到尾这样子翻尖 翻尖就各两次这样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米粉 鱼煎好之后就先放旁边 然后米粉稍微洗一下沥干 然后我切芹菜 如果你不喜欢芹菜 你就可以用猪葱葱 所以刚才画面上看到 我材料有这两个 然后我用刚才煎鱼的油 我再下去炒香菇跟虾米 然后放肉丝下去 因为这是一个过年的大菜 所以就会有类似要海陆全餐的感觉 所以有猪肉丝 然后有干料 有香菇 然后有虾米 然后有芋头 然后再来就是鱼 年年有余 这里看到我用了生抽 其实我在料理当中还蛮喜欢用生抽的 那在战所也有跟大家说生抽要怎么用 我们的笔记本里面都有 对生抽看你要用多还是少 所以这道料理我就没有在家盐 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够 你可以自己在家 味道这种东西就是看个人 然后我把所有的食材都炒完之后 我就把它倒进我的土锅里面 然后把泡香菇的香菇水 它很香哦 不要倒掉 把它倒进来 然后还有我们的高汤 就开始来熬煮它 这个时间不会太久 因为我们已经有高汤了 说真的很方便 然后刚才我们这些 肉丝啊香菇啊都已经炒香了 还有芋头 芋头又稍微过炒 对它比较不会碎裂掉 然后我就开始炖 炖之前呢 我也丢了一些芹菜叶 芹菜梗下去 一起去熬这个味道 不喜欢芹菜的人就不用丢哦 没有关系 然后先锅看 其实这样的汤我也觉得很棒耶 其实它可以变成是两道菜 把它合成一道菜 那平常你也可以这样子煮 这样煮出来的一个 类似像汤品的锅 锅物啊 我都觉得很好 然后这边看到就是用了油葱酱 我用了两尺 那个油葱酱的固形物 然后再滴一点油 哦真的很香 真的有海产店的那个 金苍米粉的味道 完全复刻 然后我觉得汤不太够 所以我就再加多一点 如果你人比较多啊 你就可以煮大锅一点哦 分量都可以再加多 然后味道就自己去试一下 我刚才磨的是我们富具的黑胡椒粒 汤都炖好了 就可以把米粉放下去了 米粉不用煮太久 所以米粉放下去之后 我就可以把刚才煎好的金苍鱼呢 再把它放下去 这样就已经组合完毕了 难吗 其实不难耶 因为我都已经帮大家拆解了 我把所有的料理啊 用我自己的方式教大家 所以很多pebo都会在影片当中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影片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 然后说明里面也都有步骤 其实这样真的没有问题 然后要上桌之前啊 我们在我们的金苍米粉汤上面 再撒一点芹菜猪芹菜叶 就是一道很漂亮的菜 今年的年菜 我们就来煮金苍米粉汤 好咯 祝大家虎府生风 虎年行大运 我们下次见 拜拜